这是我们的60x80的 一种双木位胖滑机下滑机的 首先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仪表 这是一个时间二合一温空气智能表 第一次我们按一下这个S片黄键 第一排变成5P的时候呢 就是设置设定温度的时候 那我们要开始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或减少温度 向上键头是增加温度 向上键头是减少温度 一般我们设210度来烫那个升华烫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按一下这个S片第二次 第一排变成5P到F的时候 此时设定那个时间 这个S代表是说秒数 我们可以按向上键头来增加时间 也可以按那个向下键头来减少时间 一般设30秒就可以了 然后再按一次这个S片第三次完成设定 这一次是一个手动转换开关 当我们打向左边的时候是手动状态 那我们需要按这个绿色按钮来 那个启动那个机器来烫化 当打到中间的时候呢 设定是不会烫化的 如果说我们要进行自动状态烫的话 就要打到右边 当我们下工作板到位之后呢 这个烫化机就会自动烫化的 这是一个急停开关 当我们需要那个停止烫化的时候 我们要按一下这个急停开关 按完之后呢 如果说我们这个设备就是停止烫化 如果说我们要重新自动的话 我们就要正转它就可以反弹回来 然后设备重新开始烫化 这是一个电源开关 这是一个计数器 当我们的设备烫一次的时候 这里可以计算一次 如果说我们想清零的时候 我们就按一下这里就清零了啊 还有这里我们来调一下这个设备的压力 就这边 这是一个玻璃器 用来调我们那个气缸的压力 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盖子 这个拉起来 然后正转是增加那个压力 我们看一下这个表 就是往前在转 看没有 如果说我们反转的话 就是逆时针设断的话 它都会减少压力 一般我们设0.6就可以了 0.4到0.6之间就可以了 然后下半之后呢 就按一下 就完成那个压力调整了 我们过一段时间 要把这里面的水放一下 这个水来自于这个气管 这个气管呢 会产生水 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把这个 按一下 把那个水放掉 这个是气缸油 当没有油的时候呢 我们要把它加满 这个油是用来润滑这个机器的 那个气缸的 好 这是一个发热板 这个是下工作板 铝板 还有这个 汤排棉 还有羊毛毯 好 现在我们来试探 然后我们的设备 我们先试探一下手动状态 这是一个 迪伦布啊 首先我们把这个迪伦布铺上去 铺平 铺平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顺化纸的 烫画面呢 面向这个布 朝下 铺好 好 现在我们试一下手动状态 这个设备的烫画效果 我们把这个下工作板 贴过来 贴过来之后呢 这个按钮呢 抬下左边是手动状态烫画 那我们的温度和时间已经设好了啊 我们这次的话 就开始要 按下这个手指动开关 这个就开始烫画了 然后这个设备 开始倒计时 从30秒到0秒 嗯 当它倒0的时候呢 设备去自动往抬起来 烫画就完成了 然后等一下我们再设一下 那个自动状态有个烫画有个效果 好 基本上这个发热板 快要抬起来了 你看这个发热板 好 这个发热板已经抬起来了 那我们把这个下工作板 推过来 就很平滑 然后我们揭开这个生花纸 你们会发现它方效果很好 这个颜色都已经过到这个布上面去了 颜色非常漂亮很炫艳 嗯 那我们现在等一下再试一下 全动状态的烫画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效果非常漂亮 好 我们再试一下那个 这个烫画的烫画 我们来把这个调一下 对 把这个手指动转换开关 往右边打的时候呢 这个设备进入自动弹簧一个状态 那我们把这个生花纸呢 铺好了 这也是一个低温布啊 白布 已经铺好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铺好之后呢 把这个生花纸的弹簧图案呢 面上这个布 平铺下去 好 铺完之后呢 那我们把这个下锅的板推出来 你看到位之后 我什么都会用按 设备自动往下移加烫 非常方便 然后这个时间供充器呢 它是自动倒计时 当规定之后呢 这个设备 这个发热板会自动弹出来 烫画就完成了 等一下我们看一下 那个自动状态的一个烫画效果 好 发热板自动抬起来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把发热板 下锅的板推出来 然后揭开这个生花纸 我们会发现 所有的颜色 已经做到这个图案上面了 现在我们那个图案非常漂亮 每一个地方都很炫艳 看这个烫烫效果 嗯 颜色已经完全做上去了 非常漂亮 OK OK 好